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俄罗斯危机 反映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会爆发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 会不会在台海 会不会发生同样的乌克兰和俄罗斯这样的战争问题 来解决台海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呢 比较敏感 大家都比较关注 而且拜登总统呢 也派了一个特使到台湾去 另外呢 蓬佩奥共和党呢 前国务卿蓬佩奥和余茂春 也到台湾去做了一番游说 就挑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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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呢 要像乌克兰一样抵抗到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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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未来的台海战争 统一战争 抵抗到底 这个 兵凶战争啊 这种情况 到底 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这么一个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冲突 是什么原因可能爆发 这个 台海的一个战争 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就这个问题呢 啊 给拜登呢 做一个 拜登总统呢 啊 做一个 出现的分析 作为总统的公民嘛 我今天在这里呢 呃 开证不公的 把我自己的观点讲出来 我不代表任何人 我也不代表 我也不是中共的说客 我也没有那个权利 我 我 我 推一个 退休的人 今年 啊 我就来到美国 啊 十五年了 啊 我就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 替美国 啊 作为一个美国的公民 替美国 啊 拜登总统 民主党的拜登总统 和 和全体美国人来着想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子来解决 啊 未来的 可能会冲动的 台海战争问题 首先 台海问题 不是乌克莱和俄罗斯的问题 台海问题的核心 是按照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规则办事的问题 能不能够使 就像那个 博林肯在阿拉斯加对那个 啊 啊 啊 我 多一ノ 那个 啊 啊 啊 我 多一ノ 这个 台海问题 啊 啊 是一个 啊 啊 他是一个 SEE viag 我们看表面现象就好像是在现在的两岸战是属于战争状态 而乌克兰和俄罗斯现在也是处于战争状态 而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是打了16天 而台海战争是打了70年 70年的战争状态 所以这已经是加成变范 现在台海这个战争状态 现在一直是战争状态 一直没有签订和平协议 按照战争法来说必须签订和平协议 或者是宣布投降 或者是签订有条件投降 或者是有条件撤军 这些才是战争的结束 台海问题没有不存在 一直属于敌对状态 不是和平状态 而在这个问题的判断上来 我们说中国方面 中国大陆方面有很多政府之间判断的错误 台湾问题的判断的错误就更多了 我们今天来把这个问题呢 拜登总统我们来梳理一下 到底是错在什么地方 是哪些地方认知不协调 这个影响到这些认知不协调 政府的认知不协调 就影响到我们的决策 我们的对华关系 对台关系 以及对待 对待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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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美机和俄罗斯美机 对待联合国县当 和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问题 我们就会发生这样和那样的判断错误 以至于做出 我们可能会违背 美国人民利益的决策 这就是我要今天来讲的是这样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是中国人常讲的说 但行好事莫问虔诚 这个以后至于以后打不打仗 台湾打不打仗 跟我没关系 我只是说在我生活在美国 我不希望美国卷入这场战争 这个台海战争当中去 同时也希望美国不要在这个台海问题上 做出判断错误 学策错误 这就是我今天说话的一个出发点 因为我已经退休了 我跟中国的关系来讲 就是因为我退休了 我已经离开人山 我到了美国来 我现在处于在美国生活 我将来也会在 永远在美国 我将来的目的也买好了 就是维基尼亚 我今天就是站在这个角度上来 纠正波乱反正 拜登总统是1979年参加卡特总统签订台湾关系法的参议员之一 那么卡特总统 回顾卡特总统 还有尼克宗访华 这些历史 中美关系在处在一种 一种四十年之中 交往过程中 跌宕起伏 认识 几乎有时候 胡缩迷离 不协调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今天把它梳理一下 我们给拜登总统提议 首先要解决一个什么 know how 就是台湾问题 到底是什么问题 台湾问题是 中共之间的侵略和反侵略问题吗 还是统一和被统一的问题 不是 是落实联合国建章的问题 是内战没有少为结束的问题 这个 1949年以来 大陆和台湾 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 尽管赏外统一 但这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 是上个世纪 四十年代 中后期 中华民国内战 遗留问题 并且延续着政治对立问题 两岸现在处于的 这个在和谈 在商场和平统一也好 结束战争也好 不是主权的载道 也不是领土的载道 也不是人民主权的分裂 台湾不是2300万人民的台湾 是14亿2300万人民的台湾 所以首先要解决一个台湾的定位问题 要解决台湾的定位问题 首先要解决中华民国的定位问题 中华民国是1945年 蒋介石做总统的时候 在参加联合国 究竟在联合国现场签字一字的时候 判了十名中华民国的代表 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最高代表 叫董毕武 参加了签字一字 董毕武是第一个签字的 承认中华民国就是中国的国民 并且写入了联合国现场第23条 那么一直到1971年 联合国2758号决议 26年联大通过了2758号决议 驱逐蒋介石的代表 那么中华民国在哪里 中华民国还在联合国 所以中华民国在联合国里 并没有消除 没有法律废除中华民国的存在 所以中华民国始终就是代表中国的国民 所以 蔡英文说 中华民国台湾 那就是中国台湾的代名词 蒋介石 1971年以后 不再是代表中华民国的政府 而是 中华民国台湾省的代表 台湾省的什么呢 台湾省的省政府的代表 因为1945年 815台湾投降以后 10月25号 台湾公布 这个层层呢 就代表中华民国政府 接受 日本的同乡书 正式宣布 台湾省为中华民国的台湾省 就回归到中华民国去 所以 不存在 台湾主权被定 也不存在 台湾 是另外一个国家 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省 英文叫 Purvest 就是被征服的一个土地 被归还到中华民国固有领土的土地 包括金门马祖 这个问题 不需要用战争来解决 这个是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2758号协议 法律名门规定 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 国际法的规定 中美两国1979年签订了中美建交公报 联合公报 包括上海公报 承认中华人民 美国方面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就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也就是说 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的政府 不承认台湾是代表中华民国的政府 包括1979年 第一个台湾驻美国的全权代表 叫夏公权 他写了个GRC 就是说中华民国的政府的代表 把国务卿 美国卡特政府的国务卿 把夏公权照到国务院讯话 你这个GRC到底什么意思 是代表 你是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吗 你如果是 你做一个 那就成为美国不受欢迎的人 夏公权 夏的急急忙忙就写 是 这个 急是代表上帝的意思 r是代表real 就是代表真实的意思 然后 sign代表clear 就是上帝很关心这件事情 上帝很关心哪件事 中华民国不 不 台湾 想的是代表 不再是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 上帝很关心这件事情 到现在来讲 上帝还是很关心这件事情 蔡英文不是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 而是中华民国台湾省的代表 这一点 2758决议 已经明确的 跟明确的 这个非常明确的定位 中华民国台湾省 不是中华民国的代表 就蒋介石的代表 已经驱途了他在联合国的 所有的合法席位 直到今天 你是永远 不可能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的代表 在成为联合国的任何一个代表的身份 出现 所以呢 这个还不像乌克兰 乌克兰还作为俄罗斯的三个代表之一 他成为这个并列的俄罗斯的一个代表 出席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还有联合国的代表权 台湾没有 这就是拜登总统 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 这个定位 这个定位 是美国的一中政策当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美国的一个中国的三个公报 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书 这前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的政府 我们看一看 看一看那个 台湾关系法 他的 条文的第一条就写 1971年以前 蒋介石的代表 承认蒋介石是中华民国的代表 政策代表的政府 1971年以后 不再不再承认台湾政府 台湾和美国有官方的关系 台湾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 保持着人民与人民之间的非官方 非政府间的关系 拜登总统 亲爱的拜登总统 亲爱的布林肯国务卿 亲爱的各个贺锦丽副总统 我们在这一点上 我们 你同意 阿尔法欧生的这个观点吗 我今天 如果同意这个观点 美国 根本不需要参战 根本不需要 你卖武器可以 你根本不需要在台海参战 台海根本跟 中华 跟美国 美国 三亿美国人民毫无关系 他就是一个中国的内政 对吧 我们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国 就是中华民国以后 台湾问题 不存在 跟美国有任何的一个危机的关系 不存在政府之间的战争关系 他就是中华民国内战的问题 尚未结束的问题 所以他们应该用 我们应该鼓励台湾人 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中华民国这个法律的 人和规则 规则 如果按照这个规则办事 台湾问题解决了呀 和平解决了 不需要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战争 也不需要什么 动用什么亚太 亚太战略 搞个经济封锁 经济单边制裁 没有必要 因为现在美国 作为美国一个 美国和中国这样一个 世界强权 美国需要中国呀 需要中国的这个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呀 需要在这个基础建设 需要特别需要 现在拜登总统签订了 十年的这个基础建设计划 但是现在的新基础建设计划 包括了5G的建设 新城市 新城市建设 现在我们的网络建设 美国的网络建设 美国的技术建设 比中国来说 特别是在5G上 相差了一个 一个时代 就是这个 这个新基础建设 在未来十年代 能不能搞好 就看你中国和美国事件的关系 能不能搞好 所以 真正如果拜登是一个 一个聪明的 瑞智的 美国总统的话 应该看到这个 坚持1979年的 台湾关系法 和里根时代的六项保证 这个跟台湾这种台国 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说 就是承认 中华人民共国 就是代表中国 就是代表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在台湾 蔡英雄政府 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省政府 这个地方 是非常clear 非常明确 非常准确 非常到位的一个 一个法律的确定 这是一个基本的要素 中美关系这个基本的要素 至于你参加不参加 当中的调停 我认为 你既然有台湾关系法 就应该告诉 拜登政府 就应该告诉全体 2300万台湾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就是代表台湾 两千三百万人民的 中央人民政府 台湾人民的主权 就是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 十四亿两千三百万人民 人民主权和国家主权是统一的 这就是一个法律上的定位 法律问题解决了你其他的 你美国愿意在台湾去驻军也好 卖武器也好 这是你单边的行动 是违反侵犯中华民国主权的一个行动 这个事情我们应该失可而止 不要最后插枪走火 然后激起矛盾激化 引发像俄就是你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中华民国的主权啊 你这样子就会引爆 像俄乌战争一样的战争 真正引爆战争的是你要参战 你要参与台湾这个以武抗毒 以武谋毒这么一个战争 没必要 美国人民没有必要去参加这场 叫这场混血嘛 美国人民得不到任何好处嘛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法律问题 法律问题解决了 还存在什么问题呢 两天三一个礼拜就解决了事件 台湾一个礼拜问题就解决了 二十大 邓小平提出来一国两制这个事解决 是统一后的安排 统一后的安排也不是这么安排呀 根据现在的形势发展 台湾不具备这样的 因为台湾的教育要改 不能够台湾人治理台湾人 一定要有十四亿 十四亿两千万中国人 选出来的代表 才能治理台湾 因为台湾的教育必须改 因为现在台湾已经去中国化了 百分之六十的人 已经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了 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国人 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国人 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那么他是哪国人 他是日本人 还是他 他愿意到日本去 那可以让台湾 这部分台湾搞台独的人 搞独裁的人到日本去 也可以和平的 他送他们到美国去 他只要愿意去 他带着他的资金 带着老婆孩子 就可以去移民吗 你可以提前移民吗 你可以移民 不参加 不必参加台海的战争的威胁 因为不存在这个威胁 不存在概念混淆 不存在不确定的问题 很明明确确的就是台海的关系 就是中华人民国国代表的 中华民国的问题 而邓小平呢 在这个问题上 国民这个问题上 搞不清楚 所以他在这个定位的问题上 是存在着有漏洞的 他在不存在 不要不要求 承认一个一个 九二公司 一个中国的九二 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同国 就是中华民国 it's ok 所以这个概念是非常清楚的 不存在你台湾人 愿意不愿意 因为国立国际法上 它是这么规定的 这个规定就是 中华人民共同国就是代表中华民国 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么一个主题 中华人民共同国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省就是台湾 蔡英文的 蔡英文当局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省政府的 一个地方的一个 一个 一个盘踞的一个 一个格局的一个集团 叫做武装集团 我们不叫 所以作为中华人民一国两制来说 邓小平设计的在台湾不住军 这个也是一个荒唐的 你不住军怎么能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而代表是中华民国这个主权呢 所以一定要过海住军 过海住军可以裁军和平 说服香港也没有说要打一仗嘛 解放军那个浩浩荡荡进入台湾 也不需要打一仗嘛 这就是换防一样嘛 就是 你台湾军的地方军队把这个权力交给中央军队 中央军就对了 你就是地方民团嘛 所以美国政府你要注意啊 台湾的所有武器将来都会和平的转移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手里 你愿意在这里投资愿意有多大 将来这个中国的就像收复阿富汗那个战场一样 收复台湾 没有问题的 这个概念没有任何的一个含糊的地方 美国人要抓紧自己 工程自己的基础建设 自己的内部的建设 这才是一个美国总统需要干的正经事情 台湾那些搞独立的事 跟美国人民替打的关系都没有 什么事都没有 你愿意搞台独 那就是悠悠自取 所以 你就像那个 泽连斯基一样 他非要去搞 搞一个 把这个 乌克兰武装化 那个导弹 恢复核武器 那就是自找苦吃嘛 我们不再评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个问题 这个战争是怎么挑起来的 大家都自由 自由 自己都心里都很清楚 台湾人今天说的 我就是乌克兰人不是 台湾人想抓死胡脸 这不可能 乌克兰是个主权国家 台湾人不是主权国家 台湾是中华民国台湾省 所以说 今天我们今天的问题 拜登总统和全体美国人民 是贺锦丽副总统 还有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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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总统 川普前总统 还有美国共和党民主党 我们希望擦亮眼睛 认清台海问题 不是主权国家的问题 不是侵略和反侵略的问题 是落实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宪章的 中华民国代表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华民国的一个 法律问题 法律定位问题 其次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应该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应该过海驻军 接受台湾人民的 台湾那个 台湾那个 台湾省政府 应该叫做 PROVECE 叫政府 应该征服 用法律来征服台湾省人民 两千三百万人民 不是 不是占领 而是征服 如果我们背信 如果不遵守联合国宪章这个工具 如果我们不遵守联合国宪章这个 宪章这个 宪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代表中华民国这个 这个规定 那我们 美国人民 美国总统就犯了背信起义的 罪行 各国人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如果不遵守这个 这个 不承认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华民国 不承认中华人民 解放军 应该禁住 和平禁住台湾 那么就犯了背信起义的罪行 这就是法律的问题 法律定位的问题 就是台湾的法律定位 这是二十大没有解决 中国二十大没有解决的问题 今天我在这里把这说清楚 我是通过中国大使馆 我提出一个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 一个出复的一个计划 我谈的 首先是认知不协调 这个认知不协调是中国 中国共产党对这个法律的问题的认知呢 不够清楚 不到位 美国是知道这个问题已经是这么回事 因为美国签订的一中三公报 和台湾关系法 和六项法 都是建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中华民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的基础上 台湾和美国人民是非政府关系 是人民与人民的关系 不存在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 现在呢卖了军队和存在这个这个时代 统一前 双方谋求以法治国 谋求以法 要落实联合国宪章 和联合国二七五八局 完成国家的统一 所以美国卡特总统 林肯总统就说呢 你可以一时欺骗一些人 甚至永远欺骗一些人 但是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我们今天的这个历史 也一再会告诉全世界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 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省 也就是中华民国 中国台湾省 这个历史定位 不愿意在台湾待的台独人士 和独裁人士 可以到日本去 可以到美国去 可以到其他任何他愿意去的地方 他自己去 去寻找政治庇护和难民的庇护 可以走一种安全的通道 现在就走 带着你的老婆和孩子 家人一起走 带着你的资金技术 带着你的顽固不坏的 分裂台湾的头脑一起走 这个问题 这个是历史的发展必然趋势 这个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 唯一正确的合法的道路 这也是台湾的法律定位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